台东县北南乡某国小一名三年级男学生在资讯教室上课时 一次坐在洞洞椅的时候用双手食指钻入洞洞玩耍 不料卡在洞里头拔不出来 老师发现后拿沙拉油等润滑物品来协助还是没办法脱困 只好通报消防局前来救援 但还是没有办法把手指给移出来 只得把整个椅背给切除 连人带椅送到台东市医院来急诊室处理 远处的救护车声响传了过来 而上头所载送的是一名手指卡在移洞的小男孩 北南乡某国小的三年级男同学 在学校上资讯课时 一次因为贪玩将手指放入椅子椅背上的洞口 但手指却这么卡在里面 老师利用沙拉油等润滑物 都无法将手指顺利取出 在通知消防人员前来协助之后 也无法顺利拔出 因此消防人员只能先将椅背进行切除 并连人带椅送到台东市的医院急诊室进行处理 索性在经过医师仔细地利用破坏器具 将椅子破坏后 这才让男同的手指可以顺利拔出 在此也特别呼吁 要特别注意家中的孩童 避免让孩童将手指放入小洞中 以免酿成更大的意外 记得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好 好 好